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的早上40岁的高丽萍像往常一样 在凌晨五点半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来起来看看牛 只要我过来它都很兴奋 而且也动不动填我衣服 填我的手 然后往我身上就是到处的填 然后我觉得这群牛也是有感情的 家旨算来 土生土长的农家女高丽萍白手起家 从最初借钱养七头牛 到现在发展成三百一十四头牛 五年磨一剑 历经风雨 对喂牛的美道工序高丽萍都盯得很紧 你看 因为它这个你看 这个不是尽量不要掉料的 都是咱解读的 不因为 你看 再把这个草皮 料子都弄了 然后这个 下面这个 这是摩擦地 然后吹了个井料 你看这井料 你看 都连着鱼品啊 其他东西 都会藏到这个里边 烧得不好 在当地 高丽萍的名气很大 养牛 他敢想 敢干 加巧干 养个牛 出篮率高 不并少 卖得好 八方四林的养牛人 都来向他取经 这个嘛 都是大鸟 大鸟牛 但不是尽量的 这都在这里 这是尽量的 这是尽量的 那是青百鸟那边 是从青百鸟 青百鸟给几地呢 因为牛股里面是多 人家是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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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这牛股包税的 对 我给您说了 我们讲 这个长的鱼股咱没有 要做一个瓶 这个瓶 这个瓶龙里就是 整个 然后一个长的 转坐这儿 你说 这个牛的价格要比正常的牛的 要保护 要瓶起来 他把整体的这个周边 这个农户里面 都带农起来了 在这边农户里面的话 带农确实不行 像我们的这家伙子 也不断上来学义这个经验 他们俩张的结枝 然后你看 又有的 高丽萍爱笑 谈起养奴的事更是一身的精神头 但外人并不知道 她的笑容的背后 是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高丽萍兄妹四个 初中没有毕业就外出打工 2003年高丽萍结婚成家 2004年女儿出生 不料幸福生活就此被按下了暂停键 女儿生下来就开始出现症状 昏厥 一天刚开始昏厥个几次 然后送医院呀 然后每天就是如此 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几十次 最终在北京确诊 叫婴儿症弯症 听说深圳有个医生从国外归来 接触过这样的病例 高丽萍他们毫不犹豫地赶了过去 边打工 边给孩子治病 一边用背带背着孩子 一边去给别人家打扫卫生 做小施工 然后做最累的活 最脏的活 一边背孩子 一边在大街上做环卫工 那个时候你想二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你看我做得再脏再累 我都克服过来了 巨额的医药费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 丈夫背着高丽萍偷偷把孩子丢弃在深圳火车站 我像疯了一样 跑到了火车站 夜里就睡在火车站 白天找 晚上找 最终在火车站旁一栋废弃的大楼里 高丽萍找到了被拾荒老人照顾了三个多月的女儿 这个阿姨啊 给孩子从垃圾箱里捡食物 往孩子嘴里放 我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所有的辛苦啊 委屈啊 想念啊 一下子扑倒在这个阿姨身边 抱起孩子就大哭起来啊 也就是从那时起 高丽萍对像老阿姨那样的诗荒人 有了感恩之心 当时我就抱着孩子跪在这个老阿姨身边 我说 阿姨 我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我也要给你养老送中 你给我一起回老家吧 她说 不给你回去 我身上唯一的两百多块钱 也套给老阿姨 我感谢这些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帮助过我的人 丢弃了三个月的女儿 虽然失而复得 但丈夫的行为 却让高丽萍伤透了心 老夫给我的选择 要么要女儿 要么咱们俩离婚 我和女儿你来选 最终我选择了 我的女儿回到老老家 我最伤心的地方 是我在寻找孩子三个多月 她没有帮助我一点 我没有钱要给老乡借 就这样高丽萍毅然决然地 离开了丈夫 带着女儿 回到了借首农村娘家 边卖服装 边给女儿制饼 转眼十个年头过去了 同村的人 看高丽萍一个女人 带着孩子生活实在艰难 给她牵线搭桥 别人给我介绍得想 介绍我第二个老公 第一个要求就是 你只要能接受我的女儿 我就愿意嫁给你 2012年 高丽萍走出了第一段婚姻的阴影 开始了另一段新生活 却不了命运再次向高丽萍 露出了猙獰的面容 在我怀孕两个月的时候 就检查出来高血压 有两种酸子 要么中止认成 要么把这两个孩子保下来 另一个月零几天 高到220 低压高到150 直接重度自贴 抽出 然后把这孩子拿出来以后 就是强救 双胞胎儿子好不容易保住了 但因妊娠导致慢性肾衰竭的高丽萍 却成了药罐子 婆家人对她开始冷言冷语 公公也在 就是指着动机 就指桑骂怀地说 我知道他们都是在骂我 更不幸的是打击接踵而至 有一天老公下班回来 就找事 就说 咱们离婚吧 这种日子没法过了 我就说 离婚了孩子怎么办 她说 孩子 睡生的孩子睡来带 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带 在一个寒冷的日子 高丽萍推着三个孩子 沿着淮河边 向娘家艰难地走去 因为这个路程有二十多公里呢 一个手拉着女儿 一个手推着小池 小池上面有两个婴儿 走到那个河 就是有一道河旁边 我想我们娘几个干脆从那里跳牙去算了 看到孩子在小池上哇哇大哭 因为也不知道是饿 也不知道是知道我和爸爸离婚了 然后女儿也哭 儿子也哭 就这样 我一看到 哇哇大哭的孩子们 当时我在 又在想 生我养我的父母 我还没有看到呢 我先看 我再看他们一眼 哪怕我们再死 一个两次离婚 有身患重病欠有外债的女人 带着三个需要照料的孩子 回到了娘家 这在当地很少见 到了我们娘家 就大概有十天左右吧 左林右舍都知道了我的情况 都知道我离婚了 开始说三到四 都说你这个女人好好 别人为什么都不要你了 嫁了两次了 别人为什么都不要你了 爸妈也抬不起来头 不堪生活重压的高丽萍 再次有了轻生的念头 我就买了农药 放在了枕头下面 我妈给孩子当奶粉的时候 她闻到屋里有一股药 她就心里知道也不对劲了 那是行了 把三个孩子拖累给我 她死了 立马到处的找 最后 在那个枕头下面找到药瓶 拿起药瓶摔到地上 因为我妈是一个农村老太太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就抱起我妈和我爸 我说你们别哭了 我以后不会再想着死了 苦过一好第二天 我就开始想着 我今后该怎么走怎么做 娘家借钱送高丽萍到合肥医院治疗 退伍回来的弟弟 心疼苦命的姐姐 就带她到自己占有的养牛场散心 无人料到高丽萍的生活 却从此逆转 我是一个农村人 小时候玩家的都养我牛 我也是一个农村妇女 我的性格就像牛的性格 亲亲肯肯的重重实实的 不要回家想着养牛 不能光靠着别人啊 对于高丽萍想养牛的想法 弟弟并不赞同 弟说 哎呀你身体不好学上 那牛都是那些大老爷们做的 你一个病人咋做啊 不行不行 他们就不给我报名 我就在那里 我给我弟弟倒是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好不容易我想学养牛 你不同意 我真想干 憋着我啥都不干 那段日子高丽萍 使医院和养牛场两头跑 我六点钟就开始坐车 坐公交车到养殖场 开始给他们干活 八点半上课 最早开始是学low肺 下完课休息的时间 我就去干活 然后放完学 我也去干活 他们打料 我跟着打料 他做什么 我就跟着做什么 在养牛场高丽萍专挑最脏最累的活干 养牛场的人都很喜欢它 也很乐意教它 以前我们老家呀 都是那种土方法喂牛 但是在这里呀 我学到了科学养殖 规模化 定时定量 然后预防 然后我每天都要寄个笔记 比别人学的多 最后考试我都是满分 给牛打针的活 高丽萍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我刚开始头一针 扎歪了 下的力气不大 然后牛啊就使劲地叫 使劲地叫 然后他说这样不行 拔掉立马再来 就这样 部位我着转以后 第二针我就闭上眼睛一针下去 这边手立马推队 打得非常顺利 打完之后给它按摩按摩 这个技术学员就说 可教 然后是个养牛的量 八个月后高丽萍学成归来 雄心勃勃地想大干一场 可是难题又来了 养牛需要钱 盖牛舍也要钱 这钱该从哪里来呢 两万块钱是我弟弟借给我的 这两万是我刀典镇长 卢志秋借给我的 然后总共四万块钱 两万块钱用到了厂房建棚子 这两万呢我买了七头牛 我们也有年轻的平衡 但是它没有这种想法 没有这种死想 牛棚建起来了 七头牛也买回来了 高丽萍开启了他的致富梦想 其实他的内心一点也不轻松 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费水一战 我就住在这个里面了 里面因为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七头 这七头牛身上 然后你看我们那冬天 本来就是厂房也没有建好 牛要是跑了啊 或者中间出现危机啊 然后我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住进牛棚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候 高丽萍遭遇了生死戒 但是这个牛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以前也很温顺 那天晚上像疯了一样往我身上撞 哎呦我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槽它把我 要是空地我可以裂一下 但是没有它把我挤在那个槽里面了 就是把我撞在了那个牛槽上 又使劲地用牛颗 牛头顶我的胸口 然后顶着 那当时整个都清完了 内脏出现 看见女儿为了养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父母心疼坏了 我妈和我爸就照顾她了 这一次你命大 然后我就回来了 要再一次 连小命都再养 小命都没了 你是一个女人 做不了这些事呢 当时我也有点犹豫了 看我想 我不能这些 这个困难我都能打倒我 我要 我要克服过去 我都找原因 最终我找到了原因 原来那一天我穿了 穿了一件红色的上衣 然后这个红色的上衣 引起了牛的天性 它的这个 你看斗牛都用红布一甩 它们两个就开始斗争起来了 尽管高丽萍每天 几乎24小时守在牛圈里 但刚刚买回来的牛 还是突现了状况 过了一个月 其中有一头牛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就干吃干手 这头牛你看 四五百斤的牛 钓到了两百多斤 瘦成就是皮包骨了 我排出法几乎都做完了 然后最后 我又请了兽医 兽医也没点子了 这头牛没希望了 几乎绝望的时候 高丽萍忽然想到 自己的病吃中药效果非常好 他决定死牛 当成活牛医 自己给病牛做一次中医 刚开始配了三四样 直接熬水喝 熬水喝 熬水喝 我觉得我怕效果不这么好 我又开始想点子 晒干 粉碎以后 就给这个头牛拌在料里面吃 吃完这个 它好了 淮河沿岸 是高丽萍经常带孩子们采集中草药的地方 然后我发现 加了它之后 我们家的牛啊 就很少出现那种发疹啊 然后肠道不顺啊 还有一些就是 那种反胃啊 然后怎么样的 入冬之后天气渐冷 牛棚还漏风 高丽萍想出了新渣 我就开始想点 这个牛只要是 长出了脂肪 它就能预防寒冷 所以说我开始给这七头牛 加一些东西了 食用油 谁家的油大 谁家就吃得胖 所以说我就用这种方法 来用到我们牛身上 我们那牛一到冬天的时候 吃的呀 那真是比较好的 七头牛不仅回了本 还净赚两万元 高丽萍看到了希望 胆子搭了起来 它要扩大养殖规模 多养牛 多赚钱 早脱贫 可这一大笔投入 又该从何而来呢 我就开始想着去贷款 你想想 我找很难的 我找到一个亲戚家 他直接拒绝我 最终田英镇干部 帮助高丽萍担保贷款了六万元 借首饰农委 担保贷款二十四万元 高丽萍一下子买回来 三十多头牛 我就算那些毛乱乱的 脏脏兮兮的 然后那就是我们农户 他们农户养出来的牛 在草原上养了牛 而且头大 腿粗 身宽 然后还有前腿 前腿中间的缝隙要宽 后边的屁股要大 后腿要粗 秋收季节 高丽萍他们都要忙上一阵子 为了保证牛肉品质 高丽萍坚持只给牛喂玉米参 小麦接杆 玉米接杆 不放任何添加剂 这个季节的接杆真正好好 它的天分要长 营养价值完全的 都长到这个接杆里面了 高丽萍发现村里不少无保护老人和高临贫困户增收困难 他就想着用托管的形式帮助贫困户脱贫 刚开始他们也有点就是想养但是害怕 高明毅和高丽萍是一个村的邻居 最初对女人养牛这件事他并不看好 我们村里人都说这个女客家养牛能行吗 经过两年的观察 高明毅才放心的买了六头牛 放到高丽萍家的养殖场里 烹饪免费的 谁是免费的 这个草给这个啥的 这是讨钱买的 给这个盗港 我来的时间是小牛 到年底卖的时间的 过春年卖的时间的是大牛 一个能赚几下块钱的 刚开始有的买一套 买完以后都挣钱了 你看这都我2017年 到年底 我们已经就是带领着20多户脱贫了 18年全部脱贫 当年丢失三个月的女儿渐渐长大 一对双胞胎儿子也活泼健康 高丽萍很是欣慰 出现在彼此的梦里 日子越来越好 自家的孩子也一天天成长起来 高丽萍开始关注周边的留守孩子 高丽萍像捡珍珠一样把这些留守孩子聚拢在一起 每月定期请爱心妈妈 给孩子们上国际心理沙盘课 舞蹈课和绘画课 有的书哭啊 也有的是父母打工不在家 孙子越来越照 多靠近 第二十年 等我老子 等我 也有的 反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